你敢信?这个中国厨师远赴美国参军不仅帮美国打了伊拉克 而且还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美国警察 在中国的美参军怎么去了美国反而去参军呢? 我说你参军就算了,千万不能去到伊拉克 然而在小伙的眼中,参军就只是一份工作 放下菜刀拿起枪杆,一切都是因为切了合同 只不过这份工作拼的是命 小伙叫马凯,出生在南京一个林园世家 爷爷是梅兰芳的弟子,父母都是国家一级艺术家 身为独子的马凯觉得自己扮相不好并没有继承家业 他想做警察遭到了家人的拒绝 为了防止孩子饿死,父母安排他去学习厨师 毕竟是个手艺活 就这样刚刚初中毕业的马凯接受了这个最稳妥的安排 三年过后马凯顺利毕业 从此开始了与锅碗瓢盆打交道的日子 厨师这份工作简单稳定 但这样的一成不变也让马凯渐渐觉得厌倦 他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 为了尝试新的生活 马凯决心摆脱熟悉的环境 就这样马凯抓住了千禧年后的留学热潮 拿下了去往荷兰的签证 在兴奋了两分钟后他陷入了焦虑恐慌 这下是真的要出去了 2000年9月2日 23岁的马凯孤身一人来到荷兰 开始了自己的闯荡 父母在不远游 但马凯一下子游到千万里外 这让父母忧心不已 为了不让自己触景生情 母亲甚至丢掉了马凯经常喝水的杯子 在荷兰马凯一边打工一边上学 生活过得相当节俭 没想到毕业后的马凯并没有回国 他用两年勤工俭学的积蓄 买了一张机票直奔美国 在当地酒店工作了几个月后 马凯觉得自己离混出个人样 还有太远的距离 为了获得留在美国的资本 2003年4月 马凯竟然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 他扛住了高强度的新兵训练 成为了一名合格的美国士兵 当父母得知这个消息 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愤怒 不是惊讶 而是这小子可千万别去伊拉克啊 你越这么想 他越报名参军 去伊拉克 马凯参军这年 伊拉克流血冲突不断 而他也顺其自然被派往了战场 子弹在耳边呼啸 面对着残酷的战争 这个叫嚷着天不怕地不怕的男人 终于还是恐慌了 而比他更害怕的是远在中国的老父亲老母亲 我说身体也是个贵子了 我说你现在要去送命 在马凯看来 当兵上战场是因为签了合同 谈不上什么家国荣耀 幸运的是马凯在战争中活下来 此时他已经有近七年没有跟父母见过一面 当初的矛头小子早就成长为强壮的汉子 就在家人眼巴巴盼着他回国时 马凯的选择再一次让希望落空 他决定留在美国成为一名警察 而属于他的传奇人生才刚刚开始 这是美国弗吉尼亚最受欢迎的中国警察 他出生南京的林元世家 干过最专业的厨师 还当了四年海军陆战队队员 两次远赴中东战场帮美国打仗 最后留在了弗吉尼亚的费尔法克斯警局 成为了一名地道的美国警察 所有罪犯都希望能碰到马凯之法 因为他的身上有中国人骨子里的温柔敦厚 对于其他警员说他们也许就已经开枪了 对于我来说我这个推迟了一点 对于儿子的选择父母表示很不理解 毕竟你在中国都没参军跑去给美国拼什么命啊 但是马凯并不是叛逆 他的选择都是有明确目的的 因为参军这个是这个政府的工作 第二个你有这个稳定的这个薪水 第三个这个所有的医疗保险部队都提供 为了当好美国警察 马凯接受了相当严格的训练 每个预备警员最少要花六个月时间学习法律 学习逮捕技能 还有如何开警车如何射击 警销还为预备警员们提供了模拟场所 比如说像这个抢劫案或者是盗窃案 模拟在这些店里面发生 然后这个学习的警员就会去处理 因为之前的部队服役 马凯的底子很好 而他自己也很努力锻炼出了强健的体魄 在当地警察局 每位警察每天12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都规定有一个小时可以用来健身 毕竟面对罪犯什么都没有肌肉有用 在美国当警察到底有多危险 2013年全美有52000名警察遭到攻击 2014年全美有46名警察被枪杀 美国各大警局都发布了自我保护的要求 穿防弹背心 不要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煽动性文字 不轻易逮捕嫌疑犯 不要单独巡逻 每名警员都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和考核 才有机会配备枪支出警巡逻 马凯的肌肉在他们警局是手去一指的 但为了更加保险 他还自费去学了巴西柔术 增加工作中的胜算 这个中国小伙子很快获得了领导的青睐 不仅因为他是局里唯一的亚裔警员 可以在处理外国人案件上发挥语言优势 还因为这个小伙子有一种独特的内卷精神 就算是休息日 他都闲不住上街巡逻 为了不耽误时间 平常午饭 他经常买个三明治对付一下 这种经验让所有同事赞叹不已 只要有任务 值班室都会优先通知马凯 回来太晚了 他就干脆睡在警局宿舍 几年的巡逻经历 也让他总结出了自己的执法经验 你不能太软弱 你也不能太强 你得看他是怎么跟你合作 他如果跟你合作 那就以尊敬人为主 很多粗暴的冲突都被他耐心化解了 为了奖励这个年轻人 菲尔法克斯警局给马凯提供了最丰厚的待遇 他每年都能拿到8万美元工资 因为一个人收获 加上平时主要吃一些健身餐 马凯没什么太大花销 很快攒到了钱 在当地买了一套大房子 时隔多年 他终于把父母接到了美国小住 看到儿子的大房子 还有收拾的干干净净的房间 当妈的这颗寻了12年的心 才终于落了下来 马凯还让父母品尝了他的厨艺 以前的手艺一点都没荒废 他已经足够能照顾好自己了 当记者问马凯是否达到父亲混出个人样的要求 他笑着表示已经超过了 尽管自己之前走的每一步父母都不赞同 但这个结果已经足够有说服力了 同时也证明到了 这个我得走我自己的路 因为这是我的生活 是我得走出来的 不是别人帮我走出来的